我们公司集团在美学的设计上有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样的品牌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体验感受 比如说在花园的风格还有一些比较梦幻少女系的一种风格 希望带给顾客美食的体验以外还有美好空间的一个感受 另外我们针对所有食材的采用 我们都会有一个严格的评鉴制度还有取得所有的检验报告 就是希望我们的顾客能够吃得安心 在美食的部分我们是要用新鲜的食材 搭配我们现做的料理让顾客挑剔的味脸能得到满足 我们义式料理是意大利做法融合台湾的口味 餐点都是现点现做 以意大利名来说由第一位师傅大火爆香 第二位师傅精准调味到第三位师傅大火收汁 呈现给顾客的都是最热腾腾最新鲜的料理 现点现做的义式料理是出自主厨们纯熟的功夫 他们都是取得APN意大利拿破里披萨职人认证的厨艺高手 在选择食材上把道地原味与健康的元素融合 带入料理中 我们的披萨面粉是来自于意大利的00号面粉 00号面粉的特色是由8种油脂麦种 经过30次研磨把多余的麦夫拿掉 吃起来的话对肠胃会没有太大的负担 我们是选用意大利进口烤炉 那它的特色来自于它的石板 石板也是选用火山盐作为材质 能有效的升温及保温 在烤披萨的时候能够达到披萨的外酥内Q卵的状态 披萨的话它吃起来我觉得还蛮酥酥脆脆的 然后食材也很新鲜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太油腻这样 我觉得环境就真的蛮舒适的 很像就在花园吃饭这样子 蛮有特色的我觉得 我们餐厅的话除了披萨和意大利面之外 那其中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意大利顿饭 那里面有两道是我们的特色 其中一个是我们的炙烧骰子牛红酒顿饭 那它是使用肩胛牛排 里面有10盎司 那每一口都可以吃到很有嚼劲的牛排 那另外的话是我们结合宜兰的樱桃鸭 和港式的XO酱 那每一口也是可以吃到我们樱桃鸭的鲜甜 我们一式餐点最大的特色就是 有丰富的餐点 希望带给每位顾客不同的用餐体验 除了丰盛的意识餐点 餐厅人员习新的服务 也是公司品牌受到各个客群欢迎的一大特色 除了意大利料理 公司也扩展日式寿喜烧的品牌 餐厅宽广宁静日式风设计的空间 让人心情放松 在寿喜烧汤头中 主厨独创了新式口味 在菜育高汤与酱油中加入蔬菜及秘方原料 甘醇不腻口 另外也推出豚骨牛奶 川普麻辣跟黄金蔬食的汤头 让传统寿喜烧增添更多风味 店里的野菜是取自台东原住民部落 每天现摘直送无毒又健康 招牌肉品也是精致原味的代表作 我们牛肉的话是选用美国进口 Priming等级的优质肉品 那樱桃鸭的部分是选用宜兰养殖的樱桃鸭 油脂丰厚 有别于台式鸭肉较硬的口感 梅花猪的肉品是选用台湾彰化牧昌养殖的猪汁 肉质暖嫩鲜甜 另外呢我们寿喜烧店也有推出海鲜的产品 在一般的寿喜烧店是比较少见的 这些海鲜价格很亲民也非常的新鲜 这间店的海鲜它跟外面比较不一样 它的海鲜种类比较多 然后虾子跟鱼肉都很鲜甜 我很喜欢吃他们的牛肉 他们的牛肉吃起来很新鲜又很嫩 我们餐厅的餐点是老少前一 年轻的部分我们提供各式各样丰富的肉品 那年纪稍长的客户呢 我们有多样的野菜或是一个特殊的菜种 那这对小朋友我们还有特殊的牛奶锅 像那种可口 我们书房也是开放式的 我们很注重卫生 可以让客人吃着很安心 我们希望顾客在享用我们的餐点之余呢 能够体验我们不同的空间美学 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员工热情亲切的服务 在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持续创新研发 更多不同的餐饮品牌来满足每一位顾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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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